这位在新加坡被捕的就是女何官 她是国内资深艺人龙天祥的女儿 那么龙天祥过去是武打明星 拍过无数的电视跟电视剧 那么父女俩感情非常好 在这位女何官被捕前一天 她还不忘打电话 向爸爸说生日快乐 继续是我们的追踪报道 生日是跟朋友呢 就弄了一个小桌在庆祝 他有打电话给我 他说爸爸呢 爸爸你生日 我说你不要两天 那三天就打个电话 就浪费电话 想起六号当天 女儿才打电话祝爸爸生日快乐 想不到隔一天就传出 担任何官的女儿被捕 让艺人龙天祥慌了手脚 我祝他爸爸 我当然会急啊 我会伤心 我如果没有说话的时候 感觉很胖 其实我不是那种人 经常在电视上扮演反派和硬汉的龙天祥 想到女儿忍不住哽咽 秋夕女和官小时候就爱黏着爸爸龙天祥 经常和妈妈到片场探班 还和爸爸学骑马 龙天祥空闲的时候就带着家人到平溪 溪头台湾景点玩透透 父女俩一直很亲密 即使女儿长大之后工作一直不顺利 转而透过仲介前往新加坡投入核关工作 还是每天和爸妈通电话 然后他也是说 哎呀这个生日我没有送你什么 当然有机会回去呢 我就会把红包给你 那当然我听得也是很高兴啊 贴心的女儿还被关在拘留所音讯全无 龙天祥此刻成了一位平凡又着急的父亲 只希望外交部能够介入协助 至少让他知道女儿的状况 昨天希望起来明天一志 特别报道